嗨 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00918篩選機制怎麼看 優缺點怎麼看啊 追求填習好嗎 與00934相似之處在哪裡 用六因子來解構篩選內容啊 這個上一集我們介紹過 918的這個DM跟官網的介紹 還有啊工具設計的目的跟特色 那這一集呢來討論一下篩選機制 因為前幾期我們有研究過六因子 這一次也來整理一下表格 將篩選機制套用到六因子模型上 看一下符合哪些特點 那討論一下優點跟缺點 讓918的內容可以更被大家了解 另外主打填習的功能 其實在近期推出的00934也有這個特點啊 那到底跟00934有什麼相似之處呢 這集也來討論一下 如果你沒有研究過934的朋友 請在我們的搜尋欄位 節目的搜尋欄位你去打934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們過去研究的級數內容 那你就可以去回放一下 那934跟近期的936都有啦 你也可以都看一下 指數的母體的部分是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跟中華民國證券 櫃買買賣中心上櫃普通股票 反正就上市上櫃公司啊 那在這個指數母體當中 發行事實前150大的股票嘛 其實母體就是前150大公司啊 講這麼多就是跟你講母體是前150大公司 所以你希望中小型公司的朋友 你買這就錯啦 因為它母體就是前150大公司 成分股篩選的部分 流動性檢驗啊 它要滿足下面這些條件之一 就可以通過檢驗啦 這個最近12個日曆月成交金額 總額有前20%股票 那最近12個日曆月當中啊 至少有8個月自由流通周轉率達到3% 指標篩選的部分是 最近4季的營業利益總合為證數 那我們針對流動性檢驗的分析啊 近期成交量大或是 自由流通周轉率3%以上 那你就符合標準嘛 那另外呢還是要賺錢的公司 其實基本上這些高股息ETF 這個賺錢的公司 都是必要因素之一啦 只是說它用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那這一檔它是用近四季的 營業利益總合為證數 什麼是營業利益啊 複習一下 營收減掉營業成本 減掉營業費用 這個數值越大代表說 公司越會賺錢 如果是負的 就代表說這公司營運出現了危機 所以當然營業利益 利益這個數值越大 就代表說公司的賺錢能力就越強嘛 排序方式依照股利率遞減排序 前33%股票為合格股票 那股利率的公司 是用最近四季每股盈餘 就EPS總合 乘上過去三年的平均股利發放率 出於截止日股價 其實喔看到這個公司喔 這個公司 我會覺得很懷念你知道嗎 就以前不知道看過哪一本成股書 好像也是這種算法 就近四季的EPS 全部把它加起來 再乘上過去的股利發放率 為什麼要這樣算呢 你要算一下概率嘛 欸我用這個今年 這個 應該說近一年的 這個EPS來去算一下說 那我可能下一次配發的股息啊 鼓勵 鼓勵殖利率大概是多少 那我覺得這個公司應該是 很多存股族在用的方法喔 你可以看一下 你過去是不是這樣用 我想這應該是很多人 使用的方法之一啦 減合合格的股票最近 至多15次出息資料 而且啊完成填息的次數比率 遞減排序選取 前30檔的成份股 就當作成份股啦 其實你從這個邏輯 就可以推測得出來 鼓勵率高而且填息能力高的公司 會被選出來 也就是在這海選裡面 150檔公司裡面 他就海選嘛 鼓勵率高的 而且填息能力高的 就代表什麼 RX這個鼓勵率的 可能性比較高的公司 他就被選出來 排序的方式分析 流通大而且賺錢的公司 而且呢 再來就是用鼓勵率做排序 近一年的EPS乘上 過去3年平均鼓勵發放率 這個方式就是用過去的發放率 來推算未來發放的股息金額 再來算出鼓勵率 那鼓勵率高的排前面 而且填息次數高的排前面 選出30檔 所以你看啊 經過這樣子的 重重篩選之下 那會填息的公司 不是顯而易見嗎 這個機率就很高嘛 因為你是從一堆裡面去找出 填息機率最高的那幾檔 而且他的鼓勵率是 排名在前面的也就是結論就是 選出鼓勵率高 而且填息機率高的 那也就是你拿到這一檔股息啊 也就是說你拿到這個殖利率的 這個機率就非常高嘛 因為你拿到了配息 而且他要填回去嘛 就代表說你這個賺錢這件事情 股價 配息之後上漲這件事情 就比較容易達成嘛 付諸一下合格股票 需要經過3次以上的除息資料 來去參加排序 那排序相同的時候 再依據股利率 自由流通市值遞減排序 去選取成分股 如果成分股不足30檔的時候 他還會去放寬最低 除息次數的限制 所以這裡有開了一個小後門有沒有 啊真的不足30檔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 除息次數限制給他改一下 不要 不要一定要這麼15次之1嘛 這個很麻煩的 所以他這裡其實還有開一個小後門 就把他定的比較鬆一點 另外他有寫到 如有另定 另行定定者 則依另定之規則 這一句我是不太理解啦 那可能是後面如果投信 或指數公式有一些變更的時候 他會有新的入我新的規定上來 我是這樣理解啦 因為這一句是沒有解釋的很清楚 成分股的權重限制 股利率加權在依據 自由流通市值調整權重 這自由流通市值 我記得有一集有講過 原則上就是那些沒辦法買賣的股票 他就把它扣掉嘛 那個市值就不要看他了 可能有些是在股東手上 有的可能在政府手上 那都不流通的 流通的他才哪來看 那依據啊 股利率加權在依據 自由流通市值調整後的權重 作為計算標準 那個別成分股權重上限是8% 所以你看喔 他這裡有提到說 每個成分股權重 就是上限就至多就是8% 就不會再更高 你就可以避免掉說 有些公司他的佔比過重 那個別成分股權重 不得超過自由流通市值佔比至5倍 如果沒有辦法完成權重分配的時候 他可以放寬倍數限制進行調整 但是還是不能超過8% 所以這個8%是他所定義的 也就是個股的權重上限 就不能夠超過這個門檻 權重的分析喔 雖然是用股利率的加權啦 可是他會經過流通市值調整 代表什麼 這股利率高 而且流通市值高者權重高嘛 就代表大公司股利率好的優先啦 這樣講夠白話嘛 靠大公司股利率好的優先選進來 但是有設定 設定個別的成分股上限8% 而且有定義權重 不能超過自由流通市值的5倍 避免佔比太重的問題 其實佔比太重 一直都是台股的一些老ETF的問題點 舉例來說像0050就是 所以有很多人會講說 你要投資你應該是要投資 市值型ETF 可是你要看喔 像以美股的市場來看 跟台股市場來看就天差地別嘛 在台股的市場裡面 你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特性 就是0050裡面台積電佔比超重 這樣是一個 忠實反應台股市場的成分的組合 沒有錯 因為台股的市場就是長這樣 他是忠實反應這個市場沒有錯 可是對有些投資人來說 他就會覺得很焦慮 為什麼 他覺得台積電佔比這麼重 如果台積電的表現一直都不太好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0050的指數 他的成長性就很差呢 可是另外一派就會覺得說 他就看好台灣 台灣50裡面有很大的佔比 台灣50這個台積電 因此他去投資0050 因為你投資0050 跟單獨投資台積電還是不一樣的 差別是在於說啊 你投資0050的時候 因為你的成分股市 他會是調整的嘛 你因為市值的改變他會調整 可是如果你單獨投資台積電 他還是有 單一個股風險的問題存在 所以你看有這兩種派別的人 他會有不同的想法 而有的人會覺得 我就是follow市場 市場就長這樣啊 那台積電重就重嘛 我就follow市場 那有另外一派是覺得說 我幹嘛要台積電那麼重 我希望每一檔的權重有一個上限 而且這個上限呢 是可以被規劃的很好的 讓每一檔的個股權重都不要太高 那大家都可以來表現一下 那我覺得其實這兩種投資的邏輯 都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是你想要怎麼選 就像有些人他會投資0050 發現說怎麼投資這兩年 好像都沒什麼賺錢的那種感覺 有些人他反而去選了別的ETF 他反而抱得住 選了0050他抱不住 這個就是差別 就工具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看你投資了 你怎麼去運用 跟你怎麼去理解他 成分股的定期審核調整 每年兩次進行成分股的定期審核 以6月12月的第17個交易日 為審核基準日 那審核的資料呢 6月12月的第10個交易日 那每次定審的結果呢 會固定選取成分股30檔 於這個審核基準日之後 間隔5個交易日後生效 股價漲跌幅觀察 我們來看一下 918其實他成立的時間 也才一年多一點 剛好都在這個多投行情 比較可惜是我們沒有看到說 真的一個比較空投的情況 不含息的漲幅相對於0050的表現 21.42%來看 918是42.39 這個是不含息的 我們可以認為說 他是多投表現強勁 但是抗疊性有待觀察 在空投出現 為什麼要講抗疊性有待觀察呢 因為這檔標的 他ETF的篩選機制裡面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說他要做抗疊 因為他沒有做年華標準差的篩選機制 他沒有做低波動的設計 所以抗疊性這件事情 你只能用過去的經驗來看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情況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特點 他的股性有沒有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從篩選機制裡面去想像的到 因為篩選機制裡面就沒設計嘛 所以你沒辦法從篩選機制裡面去想像到這一點 所以你特別希望有抗疊的朋友 那這一檔他沒有設計這個功能 但是不代表他一定就不抗疊喔 並不是也不是代表說他波動就一定很高 那因為他累積著在市場上的時間不是很久 也就一年多一點 所以真正的波動性的表現的變化 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做驗證 我們從圖形來看 右邊是我們Trading View的圖形 上面是0050 那下方呢是918 所以你看918時間是成立在2022年的11月24號 當然啦你看其中 台股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Drop 回跌是差不多在2023年10月29號 那高點是出現在6月14號 從6月14號到10月29號0050的部分 大概是-8.64%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把下方918 也用相同時間區間來拉呢 因為台股的高點跟918的高點 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拉其實不太客觀 不過你可以看得到 當台股有一個比較大的Drop的時候 其實918還是會有的 但是918他回升的幅度也是蠻快的 那整體看起來從他上市的時間 到觀察時間1月2號 這整段有走了42.39 而0050大概只走了他的一半左右 而且這兩個都是沒有含息的情況底下去比較的 那看起來918在多頭的情況底下真的是蠻強勁的 6英子來分析一下 那最近學了這個6英子應該說在研究 也許不是那麼正確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價值因子 規模因子波動度因子跟值利率因子 還有經營品質因子以及動能因子 常見在高股息ETF當中出現的因子 就有上面這幾種 值利率或是股力因子最常出現 6英子的分析來看 符合6英子當中哪些呢 那魏力做了一張表 來把6英子套進來 再把918的篩選機制放進來 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符合規模因子 近期成交量大 或是自由流通周轉率3%以上 而且賺錢的公司 他把它放進來 這個是符合規模因子 那值利率因子的部分呢 從邏輯可以去推特出 鼓勵率高 而且填息能力高的公司 會被選出來 那當然他有做了一個 近一年的EPS乘以 過去三年的平均鼓勵發放率 那這種方式要去找出鼓勵率高 而且填息機率高的公司 選出30檔 這是符合值利率因子的這個條件 那經營品質因子呢 是近四季營業利益總合為證數 其實分析來看就是營業利益等於 營收減掉營業成本 那再扣掉營業費用 數值越大就代表公司越賺錢 如果是負數就代表說 公司的營運出現了危機 所以他在經營品質因子裡面 還是有去看 只是用營業利益的 四季總和為證數來看 所以符合了三項 就是規模因子 跟值利率因子 跟經營品質因子 大概有這幾種啦 那如果你還有發現到其他的 你可以在留言區告訴威力喔 那因為我也不是讀相關的 財經科系的人 那我只是針對我自己所研究 把它歸納出大概是這三點 權重跟審核分析看起來 就是流動市值高 而且股利率好的公司優選 那第一年呢 更正一年的篩選是兩次 權重分貝就看起來 是代表股利率高 而且流通市值高者權重高 大公司股利好的高的 這種優先啦 那一年兩次的審核 他是忌配 而且不限定產業 檔數是30檔 918跟934 他其實有相似之處喔 是在於這個股息因子的部分 我們來分析一下喔 這個股息因子是用 近一年的殖利率 代表指數比較重視最新的股利率 這一段我是截取 自我們00934的研究內容裡面的一段啦 那跟大家做分享 就會複習一下 但是呢 934他有把5年 填息天數跟標準差算入 指數重視是不是可以快速填息 我覺得934的這一點很好 就可以避免掉 配股息卻不填息的問題 當時我是下了這樣子的分析註結啦 這個篩選機制也是看到 明顯跟主流的高股息ETF不同之處 當時我寫的註解是 918也有主打填息的功能 所以你看喔 934是近期出的嘛 就是在2023年年底的時候 推出的新的中性高股息 中性的這個什麼 高成長ETF 全面忘記了 反正0093是中性投信出的 這一檔 他所主打的也是有填息的方式之一喔 快速填息 因為他把填息的天數跟標準差都算入 可是喔你看喔 他比較嚴苛一點 為什麼 5年的填息天數跟標準差都把它算進來 所以呢 這個指數重視快速填息 也就是5年我覺得應該是非常的 時間比較長了啦 那918是相對比較短一點點 但是他已經把這東西算進來 我相信934的表現應該也不會太差 為什麼 填息就代表什麼 你配息之後上漲的機率嘛 我們用這樣 白話來翻譯一下 填息之後的上漲機率高嘛 934跟918的相似之處就是這樣 來 總結一下優點有哪些啊 這檔ETF主打高填息 也是國內第一檔 標的追求填息率為投資主軸 那第二檔是什麼 934嘛 以往投資人常批評 配息左手配右手嘛 沒有填息等於配股息 那這檔ETF的設計啊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嘛 因為你的填息機率很高啊 大概都有80%以上的配息率 而且你的殖利率又是高的公司被選進來 以投信的DM顯示前10大成分股的填息率普遍就有80%以上 這個填息率啊 80%以上已經相當高了 裡面有些標的甚至是90幾% 填息等於就是股價漲 我們可以理解成配息之後股價漲的能力好 也可以視為投資人配息再投入的機率高 可是喔你也可以去想像 為什麼配息之後股價漲的能力好 欸這一點你就可以想第二層 為什麼配息之後啊 股價它下跌了 但是為什麼它漲的能力好 很明顯嘛 市場投資人對這檔標的 他有更高的期待 他認為未來的成長可期嘛 另外就是大部分的投資人 假設他長期在投資的話 他會認為這檔標的 他願意再投入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配息之後股價會漲他的能力好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這檔標的 未來的前景好 於是他願意把 現在領到的股息再投入進去 那有些投資人他可能也是 單純認為這檔標的夠好 而配息之後的股價下跌 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再去買 喔就這麼單純 可以視為投資人配息再投入的機率高 那DN的介紹也可以知道 配息再投入啊 佔指數報酬率很大的比重 所以再投入其實 對於這檔標的 他的報酬率佔了很大的影響喔 認同股力再投入機制的投資人啊 那你做這一檔投資 會比較信心高一點 有收益平準金是一個優點啦 那對於追求穩定配息 是一個優點 那有些人他不喜歡收益平準金嘛 覺得自己錢配給自己 那你就不要投資這一檔喔 因為這對你來說就是個缺點 對於啊經營品質追求的人 而且近世紀有賺錢的公司 簡單理解就是大公司有賺錢 過去填息機率高 塞掉不賺錢的公司 以經世紀的EPS來做篩訊 比較容易找出近一年表現好的公司 因為他是用近一年的資料來看嘛 以波段來看容易選到近期有漲幅的公司 所以你看什麼海運之類的 多頭的情況表現很好 可是空頭就有待觀察 那這個就是他的優點啦 因為他是用近期的表現好的公司來做嘛 缺點的部分 如果你要追求穩定股利率的投證來說 他沒有統計過去幾年的股利率功能 像878就有嘛 過去三年 可是這檔他沒有啊 因此以過去現在未來來看喔 他是用近一年的EPS來篩選 未來股利率跟填息率 那股利率的穩定度就有待觀察 雖然我們看起來他是用 股利率高的 而且填息機率高的公司 排在前面選出30檔 可是這樣子的股利率表現到底好不好 從回測 投信的回測告訴我們 或是指數公司的回測告訴我們 大概都有5%以上 跟0056的相似支出是很高的 可是實際上他在市場 真實的情況 我們還要有待觀察 他穩定度到底是怎麼樣 要有待觀察 你用過去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例如說3年 那甚至可能有更久的 以前我看過一些書籍啊 成果書要寫到6年的 你要用更長時間來看就代表說 他的股利率 他的穩定度 可能會相對的比較好一些 那當然他用月短的時間來看 那這個股利率的變化 可能是會高一點的 以經營品質來看啊 篩選的條件比較寬鬆一點 如果更嚴格一點 有機會去找到成長性更加的公司 以ETF 他是主打填息 並不是成長 有追求成長會更好 他的主打就不是講成長 而是填息嘛 例如說他用近世紀的EPS 成長率來篩選 如果他有加上這個功能的話 那也許對於追求成長會更好一點 當然追求成長有更多的 篩選方式可以做啦 這裡只是舉例 以因子來看 如果有波動度的因子的考量啊 會更好一點 畢竟長期投資再投入的投資人 股價波動度也很容易影響到賣股的可能 就我的觀察啦 其實大家在買這些高股息站隊 其實這些標的都沒有很差 他報酬率也是很好 那這個配息也沒有很差啦 但是有很多人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股價波動度高 他抱不住 很容易就因為一個市場有跌幅 他就覺得啊沒有信心了 我就想要把股票除掉 可是問題這些工具來看 他都是有一個不錯的結果 就近期的表現來看啊 其實你抱住去年這一整年的話 應該你手上都賺到不少錢啦 說實在的 大家如果你有買的話 應該都賺了不少錢 可是很多人他是受不了 股價波動太大 於是他在某個時間年就把他賣掉 於是你後面都跟你沒關啦 你根本就沒賺到錢啦 於是你的現金就 白白浪費掉他的機會成本啦 分享 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